往素养前进 它是一个金属的有机骨架 叫做MOF OK 那MOF是什么呢 它是金属离子跟有机配位机形成的材料 它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错合物 OK 或是错离子 那它的性质呢 有点像是活性碳或者是废石 那具有很大的表面积 那里面有规则排列的多孔性的结构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像活性碳一样 它呢身上有很多孔洞 OK 那这些孔洞可以用来吸附物质 比如说有些气体进来的时候啊 它就会吸附在这些孔洞里面 OK 所以到后面就说呢 它可以作为呢去除有毒的气体 或者是吸附水中一些污染物的吸附剂 所以它主要是作为吸附剂 OK 然后呢 现在科学家呢 开发一种金属的有机的骨架 那就叫做MFM520 它可以呢捕捉空气中里面的二氧化蛋 而且呢 可以把它转变成了硝酸 以减少呢 空气污染的同时 也可以合成有用的工业原料 那这里告诉你 MFM520所吸附的二氧化蛋的分子啊 其实呢 是以四氧化二氧的方式 然后储存在孔洞里面的 那请你回答下面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小题啊 A选项先来 它说MF吸附四氧化二氧的方式 是不是化学变化呢 那老师在这边有帮你呢 做一个助记 好来看一下 它说被吸附的物质呢 在吸附物的表面 重组成新的物质 这个就可以被定义为叫做化学吸附 那这里呢 指的被吸附物就是二氧化蛋 在吸附物的表面 这里的吸附物呢 指的就是MF 然后它说重组成新的物质 这里重组出来的新的物质 就是四氧化二氧 因为我们在叙述里面有看到 它说二氧化蛋呢 吸附的时候是以四氧化二氧的方式 然后把它储存在孔洞里面 OK 所以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化学变化 从二氧化蛋 转变成四氧化二氧 那有新的物质出现呢 就可以定义为化学吸附 所以它说吸附的方式是化学变化 对不对 是的 打勾 来过来看B选项 那B选项说 二氧化蛋是一个酸性的气体 吸入人体里面会造成呼吸系统的疾病 对不对 是 二氧化蛋的确是酸性气体 所以B选项也是对的 好来 过来看C选项 二氧化蛋中各原子呢 结合乎八语体吗 这个呢 我们就来思考看看啰 好来 我们看C选项 好来 二氧化蛋呢 我们来算它的价电子 蛋是5A足 五个价电子 氧是6A足 六个价电子 所以呢 加起来总共17颗电子 那你就发现 诶 是激素 所以它的电子一定不成对 那如果不成对的话 当然就不会合乎八语体啦 那老师来画给你看 它的路易斯结构是其实长这样子 一边呢 蛋接氧是双剑 那氧的身上有两对孤对电子 那接另外一个氧是单剑 氧的身上有三对孤对电子 那氧的身上就有一颗氧电子 单独存在 那你去看这个氧有满足八语体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以氧的周围 其实你画出来只有七颗电子 OK 所以它是没有满足八语体的 好来 过来看诸选项 那诸选项说 以四氧化二氧的方式呢 储存在孔洞里面的时候呢 各个原子呢 皆合乎八语体 那请问你这个分子里面总共有几对孤电子对 那题目其实呢 有给你它的结构对不对 那老师帮你画一个放大版的在这里 好不好 四氧化二氧 好来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如果它有合乎八语体的话 先从这个氧来看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氧周围的电子 已经是二四六八 已经是八颗电子了 所以这个氧的身上是没有孤对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氧 好 这个氧周围已经有几对电子了 二四 然后呢 六八 所以它的身上应该有两对孤对 让它合乎八语体 那再请你呢 看下来下面这个氧 好 下面这个氧呢 已经有二四六八 所以如果要合乎八语体呢 下面这个氧应该有三对孤对电子 那这个结构其实是一个左右对称的结构 好 所以呢 左边这个氧如果没有孤对电子 右边的氧也没有 那左边这个氧有两对 右边的氧也有两对 左边的氧有三对 右边的氧也有三对 所以总共是几对呢 总共呢 左边五对 右边五对 总共有十对孤电子对 OK 好 那题目只有说几对啊 题目只有说八对哦 所以诸选项应该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 这个一选项 它说MOF呢 也可以作为氢氧燃料电池中的储氢材料 对不对 是的 因为刚刚有讲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吸附的物质 OK 它可以吸附气体 那氧就可以吸附氢气啦 OK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那这题的答案是A B 还有E 好 过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是说 现在有一个金属有机骨架X 那我们去量测呢 它对各气体的吸收量 以及呢 对二氧化氧的吸收率 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图形 那我们要根据这个实验结果 呈现的图形来进行推论 OK 那我们再看图形 最重要就是要先看S座标跟Y座标 来看图一 图一的S座标呢 是亚力 它的Y座标呢 是对各气体的吸收量 那你去看它的单位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是一克的X 吸收这些气体的毫末数 OK 好 那我们看题目了 题目说 请你根据图一可以推论在定压下 得到什么结果 OK 那重点是它说定压下 所以我们把压力固定 不管你固定哪里 我们往下画其实就是固定压力 OK 所以你随便找一条都可以 那如果我是固定这里的压力的话 那我就会发现 这个压力固定的状况之下 这个金属X对各气体的吸收量 其实不一样的 那二氧化氮是最大的 以此往下来推 所以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应该是说 再定压下金属有机骨架X 对各气体的吸收量 大小的关系应该是怎样 应该是二氧化氮最大 接下来是二氧化硫 接下来是二氧化碳 接下来是甲碗 那吸附最大 吸收的最好了 当然就是二氧化氮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图形里面 不管你压力放在哪里 它对各气体的吸收量的大小关系 应该都是呈现这个数据的 OK 好 这是第一个 好来 那我们看第二小题好不好 第二小题说 根据图2可以推论 如果我给X足够的吸收时间 这里的足够吸收时间 指的是T秒过后 那请问你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那一样我们过来看图2 图2的横坐标是 X吸收经过的时间 那重坐标是二氧化氮的吸收率 那你看这两个图形 哪里不一样呢 下面这个指的是干燥的二氧化氮 就是不含水的 那上面是潮湿的二氧化氮 就是含水的OK 那你就会发现 当我时间一开始没有拉很长的时候 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 哎 含水的二氧化氮吸收率好一点 那不含水的二氧化氮吸收率会比较差一点点 可是当我的时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到T秒之后 题目指的是T秒过后 你就会发现 哎 两者的吸收率居然是一样的 代表有没有含水的二氧化氮 其实吸收率都是相同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写结论哦 所以T秒过后 好 那X对含水之二氧化氮 与不含水之二氧化氮 吸收率相同 OK 好 那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如果我跟你写的没有那么完全一样的话 可不可以 其实只要一含相近的就可以 比如说 如果含水跟不含水 X对二氧化氮的吸收率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这样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OK 那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咯